你也承认不是好儿媳 但是是有原因的 是还是不是 是的 因为公婆对我不好 所以我也对他们不好 逻辑是对的 好 行 不是好妻子 不是好妻子就是说 她实在是太懒了 什么事都不做 说她手不能碰那个油腻的东西 你就不做算了 我做 然后洗衣服也是 一堆全部放洗衣机里边 然后洗完了以后 也不知道量 然后等到我打开的时候 那都臭了 我上班我这忙呀 你上班我不上班吗 那有的时候我会忘点 也不是说经常那个样子 你忘了一次两次 那也就算了 好多次都是这样的 家务的话你不就做个饭吗 然后那拖地什么 不也是我做的吗 你拖 你就偶尔拖一次 而且看得到的地方 好 你拖一拖 看不到的地方该怎么脏 还是怎么脏 最终不还是我拖 那还是我拖得多呀 你只会挑毛病 做个饭你也心不甘情不愿的 天天指着邻居说 你看人家排斥带得好 家务做得好 天天就是想让我跟别人比 问题是人家没有上班呀 我还在上班呀 你不上班 同样这些事情你也做不好 你看你娇气的 洗个衣服说 我手会起泡 然后会皱 做个饭 那油腻腻的 是不是 反正行 还说不是好妈妈 说说吧 就是月初吧 还是领成绩单 全班的同学 四十多个人吧 四十几个人 我具体我也不清楚 那你这个爹当的对吧 行 接着说 然后大部分都有转状 就我们家小孩没有 我回来我肯定恼火 因为辅导孩子这个工作 基本上他就是在搞 在管 孩子多大呀 七岁了 上一年年了 因为一直都是我在辅导 然后他也没管过 结果他领成绩单 发现成绩不怎么好 第一件事就是责怪我 都没有想过自己的问题 因为考试前几年 我在考驾照 我让他辅导几天 他都能睡着 他自己做的都不怎么样 他还在责怪我 当天我们就吵了一架 我责怪你是有原因的 因为你每次辅导的时候 你都在玩手机 那你在干嘛呢 我在做家务事 还有家里一大堆事情 都要我干呀 我看手机 是因为我也上班 我也很忙 偶尔就是说 可能这下来闲下来了 边看着小孩写作业 然后偶尔看下手机 被你看到了 你就要讲 就这两件事 哪家不上班 我也上班 但我回来 我做了多少件事 我说要辞职 你为什么不让辞呢 我说我辞职 换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 你就是让我去找工作 又不敢让我辞职 事实啊 对啊 我承认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什么技能 他现在到底是做什么呢 资料上说是电商 对 电商 我们的工人是开网店的 对 基本上他在家里 只要有他电脑就可以工作 就这个意思 听明白了 所以他时间很充裕的 因此你想跟他离婚 是吧 对父母不孝顺 对家庭照顾不够 对孩子又不上心 是吧 你的意见呢 他想离婚 我就跟他离啊 问题是 他离婚 他也就嘴上喝了 我要离他又不离了 但是我现在忍受不了他的 你忍受不了他了 对啊 他老是想我乱花钱 我自己挣的工资 我自己就是说 家里的吃专住行 都是我负责的 他还想我乱花钱 他天天问我 你的钱都存到难去了 天天都不要讲话 不是 你俩的钱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怎么管呢 他的工资 他去还房贷 然后我的工资 就是家里的吃专住行 水费店位 物约费 知道了 知道了 这财务上也倒了 然后他也嫌我 没存下钱 你存钱了吗 我存了呀 你知道他存了多少钱吗 我不知道 我也不控制他 但是他去控制我 行 他衣服一年到头 都是我给他买的 他自己都不买 都等着我买 到最后还问我的钱 去哪里去了 这是在经济上 他有点抠门 是的 还有什么原因 让你想跟他离婚呢 还有前段时间 我们不是又吵了一个家吗 就是天润了 我说可以开空调了 他就说 你建谁家开空调了 然后我说 你看一下 就是别人家 那个空调外景都在想 他就这样讲了 说反正我就不开 我又离就那样 不开空调 这也闹离婚呢 这为啥呢 我也想不明白 就是三观很多 都不一样嘛 他现在一点都不上进 我感觉 那你以前认识他说 他是怎么上进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他之前就是 不怕苦不怕累嘛 那时候他都去买收割机 然后去跟人家收麦子 那个活很累很脏的嘛 但是能比打工 挣的钱多一点 他就去做 我就感觉他人 就是值得托福嘛 现在呢 就是他动不动 就是我就这样 让人根本都 看不到希望 你觉得生活没希望了是吧 等于现在是你要离婚 他不同意 是这意思吗 不是你要离婚的 啊 好 好 好